我是男财经 我从小看买带 哈哈哈哈 家人们哪啊 设计界的泥石流 饮药界的老司机 30多年了 不带出息坚持 我从小喝到大 哎呀 有时候我都不好意思看 谁呢 椰树椰枝 最近呢 人又上热搜了 因为直播间 风格突变 拿着个烤鸭嘎蹦 你说他到底为什么这么起 今天呢 我来到了椰树的总部 来直接感受一下 这熟悉的味道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海口CBD 总部外立面 字要大 颜色要鲜艳 对比要强烈 把企业历史 企业文化 外加广告宣传 全怼在总部门头 这除了椰树估计 全中国找不出第二个 走进去呢 又仿佛穿越到了80年代的机关单位 简单复古 但你仔细一看呢 每一处细节 都是这么的激烈奉装 全程绝版 值得 第3点 一直有人说啊 椰树其实是个营销鬼才 特别懂网民爱看上 但是去了人总部我才知道 感情这椰树总部的办公大楼 前两年才刚通网 还是为了搞直播才通 而时不时人就成了网络热点 全因为 椰树老板的审美 86年的时候 椰树的前身 海口罐头厂 瀕瀕破产了 曾经的那个美工老王 就临危寿命 说大刀阔斧高改革 其实啊 这个椰树啊 也曾经文艺过 曾经的包装设计啊 低调简洁有内涵 而拍的广告呢 更是王家卫看了沉默 侯孝贤都看了流泪 一开始啊 椰树的黑色包装呢 这老是被人超级模仿 老王后来想 干脆我用word来设计 设计 我的设计就是没有设计 当然了 人任性有任性的资本的 那就是椰子汁确实能打 全海南的椰子 几乎都会被送到这里 但是海南椰子 每年两亿个左右 不够椰树塞牙放 所以啊 椰树80%的椰子 其实是来自于印度尼西亚 30多年前 他们的老板老王 就中奖30万 花8个月研发 解决了椰子啊 水油分离的难题 而这个技术 国家级保密专利 这我也知道很多假人们 就特别想让我这次 看一看椰树椰枝的 直播间里的 小哥哥和小姐 我想挑战一下 我的软肋 等一下 我人来都来了 不会让大家失望 自男财经 我从小看待大 我觉得这次值了 好了 说公走了 去年好多人 就在看你们直播 完了之后呢 有很多人夸 有很多人骂 然后当时你们什么感觉 没什么感觉啊 我们耶稣35年坚持做自己 一直被模仿 才能更超越 好 第二个问题 据说有段时间 还有很多原因啊 最后你们就下播 就不播了 然后原因是什么 就下班了 好了 说公走了 接下来就一个 特别特别尖锐的问题 我问了 你们平时 收入是怎样的 哈哈哈哈 来嘛 差不多50箱椰子吧 我就觉得啊 我今天人来都来了 两手后宫回去吧 是吧 那这些都给你带走怎么样 但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可不可以把你也带走 啊 我今天给你带我